当一件事情太容易成功之后 我们就会习惯性的认为 它大概就应该是这么简单的 知道别人怎么做都做不好 才恍然大悟 原来它没有这么简单 是的 我说的是往天上打火箭这回事 当祖容正在火星畅游 天空正在太空赏月 西赫也将目光直视 太阳直视 韩国纯国产的火箭 世界号却失败了 虽然飞上了天 但最终也没有把1.5吨的模拟载荷 送入预定轨道 所以看起来 发射火箭 它真的不是谁都能玩的 有这么几样关键的东西 我们做起来水到渠成 但到了有些国家 就是怎么求都求不来 第一就是大推力的火箭发动机了 我们装在胖5助推器上的 液发100液氧煤油发动机 单台推力达到了120吨 更不要说前段时间 才刚刚试测成功的 世界最大推力的 500吨级固体火箭发动机了 而世界号上 能找到最大的就只有75吨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第二就是灵活的发射场了 这个实在不好比 我们幅院辽阔 有九泉西昌太原文昌 4个发射场可选 根据不同任务 想怎么发 怎么发 自由度很大 而韩国弹丸之地 挑来挑去只能挑出一个面积 25平方公里的小岛 稍微合适一点 但是往东南走上一点就是日本了 本来关系就不好 要是落点残骸下来 再闹出什么国际纠纷 还要怎么收藏呢 所以发射角度就特别的窄 等于是手脚都受到了束缚 再好的技术 你也不好发挥 第三就是数量众多的测控杖了 它们是火箭的眼睛 来一张地图 你看看一个遍布了960万平方公里的测控战群 会是什么样的 更别说我们还有海上的远望 天上的北斗和全球的朋友 海陆空全抽齐了 而韩国除了在激州岛上 有一个测控战 可以对火箭上升初期 做出有限的测控以外 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好朋友美国呢 除了不爽 他之前跟俄罗斯的合作以外 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了 于是到了天上 就让世界号下飞吧 正义如此 关于本次入轨失败的原因 才只能靠猜了